大火弟兄 沖水降溫 才剛進火場就遇上爆炸 他們都在裡面五個人 火箭 進來 進來 套牆 他們從側門進去 套牆的那一個方向 往這邊這個方向 他們在撤隊的時候就爆炸了 他是第一批帶隊 進入火場的小隊長 陳文川 隊員受困 忍得自己燒燙傷的疼痛 想要進火場就隊員 跑步帶著同仁 尋找受困夥伴 名樣工廠惡火燃燒 小隊長傷勢也不輕 大約百分之三十 手部臉部燒燙傷 一度陷入昏迷 二十三號 小隊長才成功甦醒 就發現他有一些 這個心情比較 不是那麼的平穩 那個夫人我還特地 他夫人說他想要出院 我說不行不行 現在一定得把身體 先顧好再說 陳文川狀況穩定 但心裡很難受 行政院長陳建仁前往探視 蕭隊長崩潰大哭 自責爭個蕭隊 只有我活下來 清醒後只想著要出院 但被院方阻止 要他保重身體 家屬們其實都表達 他們沒有人責怪他 那都認為說 他們是在一起 打拚的好弟兄 那發生這種事情 誰也不願意 那他就 還是一直都沒有停 一直在哭 救火當下還是不斷爆炸 屏東第二分隊打火弟兄 四人罹難 三人重傷 讓小隊長難以接受 三立新聞屏東綜合報導 好的 持續電雷關心 二十二號發生在 明陽國際工廠的 這個工廠大火 一共是造成了 四名英勇的消防員 不幸罹難 今天在這個賓儀館 可以看到 這四名英勇消防員的遺照 都已經掛了上來 那麼都是家屬 特地挑選過 相當陽光灿爛的照片 那麼希望可以留下 他們身前積極的形象 給大家 那麼另外 就在稍早的時候 這個屏東的錦翼 燒大隊 都是來到現場之一 那麼其中呢 這四名消防員所隸屬的 平二分隊 分隊長也親自到場來上香 那看到呢 非常多的隊員呢 在離開的時候 上香的時候 其實眼淚都是止不住的掉 那麼尤其是這位 平二分隊的分隊長 那麼分隊當中 一次有四名的這個隊員 罹難 讓他是心痛不已 那麼在和家屬對談的時候呢 也是直接蹲下來 那麼不斷地掩面痛哭 那麼和家屬呢 常談了非常長的時間 那麼在稍走的時候呢 這個賴副總統 以及這個屏東縣長周春銘呢 也是來到現場 和家屬一一 相談了非常長的時間 那麼周春銘他是轉述說呢 當時候賴副總統呢 是要向這些家屬來質疑 並表示呢 強調他們的家屬 這個付出 他們都非常的感動 那麼希望呢 在未來可以再度 精進的努力 讓這樣的悲劇 不再發生 那麼也有家屬呢 是希望說自己的小孩之後呢 是可以進入到中列祠 那麼周春銘是表示說 他已經承諾家屬 那麼這次名英勇犧牲的消防員 是一定可以進到中列祠 那麼以上就現場為您掌握到 最近情形將時間鏡頭交還給 看到你好 一直在跟那個什麼 現在ми夾了 所以我不能有 你已經開始感動了 我看著你 你自己進去 你自己進去 我覺得你自己進去 感谢观看